美国纽约法院裁定加密货币交易所 FDX联合创办人弗里德欺诈客户罪名成立 根据路透社报道 曼哈顿联邦法院12人陪审团经过一个月的审讯 星期四做出裁决 裁定弗里德7项罪名全部成立 这项裁决也标志着美国司法部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 达米安·威廉姆斯的胜利 威廉姆斯将根除金融市场的腐败 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Sam Bankman-Fried perpetrated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American history a multi-billion dollar scheme designed to make him the king of crypto here's the thing the cryptocurrency industry might be new but players like Sam Bankman-Fried might be new this kind of fraud, this kind of corruption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普兰 将宣判日期定在明年3月28号 弗里德可能会面临至少几十年或最高115年的牢狱之灾 弗里德的辩护律师马克·科恩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对结果感到失望 但尊重陪审团的决定 弗里德将继续积极对抗指控 从市值百亿到关门倒闭 全球知名的FTX创立只有四年 便在去年11月11号宣告破产 这起金融欺诈案也暴露出加密货币交易的灰色地带 除了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亏空 肇事者的犯罪行径也几乎不受任何审查机制的监督 请不吝点赞订阅